大家好啊 wise好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吧 有小伙伴分享说通过更改地址 然后原来中国区wise客户不能申请实体卡的这个人也可以申请了 我刚刚通过这个方法呢 也成功申请了 目前都是正常通过的 就等卡片寄到了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在wise的APP里面 然后去修改你的地址 不要在网页版 在网页版是无法修改的 我也尝试过网页版改不了 网页版你之前注册的是中国 那你就在中国 你改任何地区都改不了 然后目前这个漏洞可能是存在在APP里面 你是可以去把它修改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那么目前好像有美国啊 加拿大英国好像马来西亚之类的 地区都是可以用的 就是改完之后你是可以申请这个卡片的 并且还是可以邮寄到国内的 那么我就在手机上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修改和申请这个卡片的过程 那么来到手机APP里面呢 就点击左上角那个 个人的头像 然后点击这个修改 要验证一下face ID 验证完face ID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啊 是可以修改的 网页版修改不了 你看可以看美国 是吧 可以改英国 加拿大都行 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集中 都分散一点吧 就那么几个国家是可以用的 然后直接就点击 这个地址下面随便填点击就储存 储存完之后 你都你会发现这个卡片就已经出来了 啊 他原来是不让你申请的 之后你就点击合适身份 都是你原来的资料 没有关系 国籍你还是如实的填写 你现在是中国的 你就是填中国的 因为你就算是中国国籍也是可以申请了嘛 职业方面填你自己如实的情况就好了 使用wise的目的 那大部分人都是选择 就是支付海外的商品和服务嘛 这一项也容易过 所以到了这一步就其实已经搞定了 非常的丝滑 一下子就OK了 然后就是点击你的这个卡 只需要花三美元 然后折合这个马币算下来 比其他地区九美元的话 我用的是马来西亚地区就更加划算了 然后邮寄地址的话 这里记得就是改回中国啊 或者说改回你自己的一个地区 因为我自己是在香港有有地址 所以我就会改 另外一个就是在卡片上的显示方式 记得是明在前信在后 不然在使用方面的话 可能会有那个障碍 密码记住 都是四位数的 这里只要支付这个是三点七码币就好了 折合美元才三美元 然后我也没有选择那个快递 所以是免费的 快递的话可能速度快一点 有DHL吧 贵一些 我也不是特别的着急 所以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搞定了 那么随后就会收到一封邮件 邮件就显示你已经办理好这张卡了 并且我是今天申请的 它显示九月三号之前就会收到 就是平邮 不是DHL快递 因为我个人考虑是我不想去设计到一些爆关的东西 用平邮吧 我个人反而会觉得会更加稳妥一些 虽然慢 然后其次就是几点注意事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在选择国家和地区的时候 要选择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巴西这些地区去弄 千万不要一窝蜂全部像我一样选马来西亚 我相信很快这个通道也会被封吧 我们分散一点 大家在选择地区的时候 分头去选择 反正目前为止 我是不需要提供任何的地址证明的 我相信大家短期之内也是不需要 然后这张卡呢 也是没有月租 没有年费 然后有效期是五年 也蛮好的 反正能申请就申请吧 同时它也提供了很多 就是收款各个国家的这个收款银行的账号 相当于一卡多号吧 或者说一户多卡吧 然后它对于这个货币的汇率啊 也是损耗小很多 这张卡的优点 我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在国内ATN呢 也是可以取线的 然后同时呢 它也是提供账户给你去绑定 加薪理财啊 IBK啊 等一些券商的账户 这样子呢 你也可以实现一个炒美股的一个资金回国的需求吧 但是听小伙伴说 加密货币的资金 他们是非常不欢迎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触犯他们的风控 然后这张卡呢 其实也算是替代加薪理财 代比Visa卡的一种选择吧 毕竟也是免费的 当然它也会收一定的手续费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它又没有像第一证券需要一个两万五千的这么美金的门槛 那它呢 只需要你二十美元的这么一个激活 相对于第一证券的那个代比Visa卡来说 门槛又更低一些 所以能申请就去申请吧 因为也不知道这个方法什么时候又关了 那么大家尽快 好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在评论区沟通吧 很多信息 其实大家都是在评论区里面互相碰撞出来的 希望大家多支持 然后也可以多留言 我们有什么好的渠道啊 能够赚钱的 就大家多分享 共同富裕 感谢观看